过年山东人遭到的误解 你们山东人拜年是不是都得磕头啊 也有不磕的 不过我们那磕 哎呦你们那里太落后了 这这个磕头它不是一种露习吗 啥露习啊 我们山东人的这个磕头啊 是一种家族秀道 哎呦我理解不了理解不了啊 地域不同风俗各异 也不光我们山东 河北河南山西好多地方也都磕头拜年 你们那过年吃饭是不是女的也不能上桌呀 不是你听谁说的呀 网上网友传的呀 我们山东通常是男的一桌 女的和小孩单独再开一桌 你直接坐一起不行吗 女的一般聊的是家长里短 男的一般聊的是古君中卫 去牛逼 那你们山东人做的饭菜是不是都是 黑乎乎油乎乎邪乎乎 你对我们卤菜误解太深了吧 我们卤菜是八大菜汽之首你不知道吗 是吗 没听说过呀 就这么说吧 怀阳菜 杭帮菜 什么川菜 粤菜 都得管我们卤菜 喊一声老师 卤菜这么牛吗 那你们山东人过年是不是都吃饺子 必须吃饺子呀 光吃饺子 你们山东人不觉得太单调吗 吃点年糕啊 年糕吃不惯 饺子是我们山东的面食 那你们元宵节呢 吃饺子呀 你们不吃点汤圆吗 元宵啊 吃一般我就吃俩就拉倒 你怎么能才吃两个 太腻 哦 你吃 你吃的是甜汤圆吗 你可以吃咸的 咸的别说俩了 我一口都吃不下去啊 哎呀理解不了 理解不了